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眼睛控制焦点位置的眼控对焦以及一体化的竖拍手柄设计 作为佳能3系回归制作 既在CMOS结构上突破自我 又让经典的眼控对焦正式回归 可喜可贺 除了EOS R3外 佳能还带来了三款RF卡口新镜头 RF百威采用13种17片光学结构 包含零眉低色散镜片 零眉非球面镜片 双浮动对焦设计 最近对焦距离0.26米 最大放大倍率1.4倍 镜头具备五档防抖效果 搭配EOS R5具备八档协同防抖效果 镜头搭载球面向差控制环 可以改变球面向差 呈现出不同的虚化效果 67毫米口径 730克重 海外售价1399美元 约折人币9200元 国内售价位置7月份上市 RF428与RF640继承了EF版本的高画质和机动灵活性 结构规格与EF版本一致 海外售价分别为11999美元和12999美元 分别折合人民币约7.8万和8.5万元 国内售价位置7月份上市 上周海外发布的索尼新机A724A A723A上架国内官网 相较于不带A的旧款贵了1000元 有传闻称索尼将会提供999元旧机换平服务 不知道各位R3R4用户会不会去换呢 富士正式发布XF18 F1.4 新镜头采用9组15片光学结构 包含三枚非纯面镜片 一枚第四弹镜片 最近对焦距离0.2米 放大倍率0.15倍 62毫米口径 370克重 海外售价999美元 约折合人民币6500元 国内售价位置5月份上市 这只等效27毫米的轻便大光圈定焦 无论是装在XT4上还是X-Pro3上都相当协调 真不错 腾龙发布新品勾勒图 将于本月22日发布新品 不过Nokishita再次提前曝光了两只新镜头的参数 第一只镜头是索尼一口FPSC画幅变焦镜头 腾龙1120F2.8 新镜头采用10组12片光学结构 最近对焦距离0.15米 放大倍率0.25倍 组传67毫米口径 335克重 另一只镜头则为索尼一口全画幅超长焦变焦镜头 150-500 新镜头采用16组25片光学结构 最近对焦距离0.6米 放大倍率0.32倍 搭载VC镜头防抖和双浮动对焦系统 82毫米口径 717 25克重 两只镜头的其他参数目前还未知 不过我认为定位都相当精准 值得期待 大江正式发布进阶级航拍器DJI AIR2S 新飞机在于AIR2的基础上 换装了1英寸传感器和等下22毫米F2.8镜头 有效像素2000万 支持5.4K30帧 4K60帧 10比特色深D-Log录制 飞机上方增加了一组视觉传染器 支持新的主动避障系统 大江为入门用户提供了大师镜头功能 自动完成拍摄 运镜 剪辑 配乐整个流程 真正实现了一键图片 新机搭载DJI AIR3图传 最大传输距离12公里 内置ADS-B系统 兼容预AIR2的电池 595克重 具体售价请看字幕 今天应该就可以买到了 DJI AIR2S是目前最轻垫 价格最便宜 视角最广的 1英寸传感器飞机 这让我又对预3增加了一些期待值 以上就是本期新鲜报的全部内容了 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